下面进入第2小节的明章的经读 明章经读的部分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有几章非常重要 是需要我们细细的品味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章 滕温宫为侍子这一章 滕温宫为侍子将之处过颂而见孟子 孟子道信善言必称谣顺 侍子自处反复见孟子 孟子曰 侍子一无言忽 福道一而已已 成干为齐景公约 比丈夫也 我丈夫也 无何谓比斩 言渊远 顺和人也 于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后面还提到 公民仪的一些话 那么我想这一章里面 其实尽管不长 但是很重要 滕温宫为侍子 是说滕温宫啊 他还没有继承王位的时候 继承国君之位的时候 军位的时候 那么他做太子 他要到楚国去 那么经过了颂国 特别去见了孟子 那么详情如何 并没有详细讲 只是说 孟子对他讲 就是说 道就是说呀 说信善 那么每说的时候 举例子的时候 都会言必成谣顺 这里面会涉及到 孟子的一个重要的主张 也就是我们讲信本善 我们前面讲过 有不忍人之心 讲过心的不忍 那么心的不忍 归根结底 是来源于什么 按照孟子的说法来讲 来源于信善 本性的善 因为有信善 所以才有于心不忍 而信善 孟子是从哪发现的 那么我想 他有几个方面 一个最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尧顺 从尧顺的事迹中间 发现尧顺的信善 而这个信善呢 是推而广之的 不光是尧顺 其他人也是 其所以不善 并不是本性的不善 是后天的 是后来的 慢慢地偏离了 自己的本性 所以才会不善 我经常说 孟子到信善 言必成尧顺 其实孟子 还有一句话 就是尧顺之道 孝地而已 我想孟子 其实是从尧顺的 这个孝地之道 里面发现的 信善的问题 也就是他的根源 还是在于 儒家的传统的 孝的思想 而这个孝的思想 孟子把握到 背后的本性善 所以才能孝 我们经常讲 一个人孝顺父母 是后天的 还是先天的呢 按照孟子的讲法 这是本性就有的 父子之亲 是从出生的时候 自然而发的 当然这个自然而发 是本然而发 是本来的 并不是纯粹 只是生理的 它是由生理 年代心理 年代伦理 那么我想就是 这个很重要的地方 可惜的是 孟子到信善呢 似乎滕文公 没有听明白 所以这个世子啊 就是滕文公啊 他从楚国啊 办完事 又往回走 再见到孟子 再见到孟子以后呢 一定是通过各种 表达方式来询问 所以孟子才会有这句话 说世子一无言乎 一定是他不能完全理解 为什么信善跟谣顺 是什么关系啊 所以我们要沿着这句话 来理解 那么孟子就讲 福道一而一也 这很重要 他认为啊 尧顺之道 只有一个 那么 复归于一 并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 其实 就跟我们后面所讲到 特别是言辉说的话一样 人 这很重要 那么尧顺之道啊 他就是进人道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后面举了几个例子 特别讲到 这个 陈干 我们在这里提到 那么 陈干呢 是七国的勇士 也提到了 严元 是孟子的门人 孟子最喜欢的弟子 还提到了 龚明仪 他是曾子的弟子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朱熙是把这三个人 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勇者 第二个是想成圣人的人 第三个呢 只是成一般的世人 那么 当然朱熙的风法呢 有他的考虑 我们在这里再来看 陈干呢 是齐景公时期的人 他对齐景公说 他是个勇士 他说 比 丈夫 就是这个圣贤 他们是丈夫 丈夫本来是男子的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男性 成年男性 我也是丈夫 我们都是一个 都是人 都是丈夫 无和未必在 我为什么要怕他呢 为什么要怕这些圣贤呢 当然 孟子说这话 对陈干 既有包 又有贬 包的意思是说 他注意到 一般的人 他跟圣贤 有共同点 都是丈夫 那么 无和未必在 这是讲到 他 我作为一个勇士 我为什么要怕他呢 给人感觉 好像是要打架一样 那么 后面又举 言冤 言回 言冤就讲 顺和人也 于和人也 就是顺是什么样的人呢 当然我们会说 顺是圣贤 但是 言冤的意思是说 顺也是人 于 我 就是我 我言回 也是人 那么 如果 如果我有为 就可以 像 顺一样 也就是说 我跟顺 的本性 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人 那么顺能做到 我没有做到 是由于 我还 不为 我如果像顺一样 有为 顺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 孝弟 顺对他的父亲 对他的 兄弟 家庭 那么都是 很孝敌的 那么 有为 如果像他一样 有为 那么 你就可以 像顺一样 那么我想 这一章的主题 其实是 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 透过文句背后 我们来理解 我们才知道 孟子的用意 如何 孟子的这个回答 如何 当然 这一章里面 并没有说 世子明没明白 当然我想 世子应该基本明白了 那么 因为 丈夫 人 他现在明白了 你也是丈夫 你也是人 姚顺也是丈夫 姚顺也是人 是吧 那么 所以我在这里讲到 这个 用的朱细的话来讲 孟子之言 信善 欺骗 无非吃礼 我想 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前面讲到 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 不忍之心的根源 是来源于信善 有了信本善 立出了信本善 才有真正的 于心不忍 那么我想 就是欺骗之中 都是这样的 如果不从这个角度 理解孟子 肯定你会觉得 孟子是个 很迂腐的人 实际 所以孟子是发现了 我们的善之端 发现了人性 本善的一些情况 来解释 当时 对我们后世 有启迪 哇 呀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